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工业区约有40家造船修船厂 提供多达15000个就业机会 以前建好的新船要下水 有些船主会先到水浆庙来拜祭水神大浦宫 水浆庙是金凤村的 庙住孙靖平 以前就住金凤村 村子40多年前就拆除了 除了庙 它什么也没有留下 村子以前的位置就是在加冷河 与佩尔顿水道的交界处 所以你小时候住的这个金凤村 对 是从哪里到哪里 就现在的荷哥到庙这样 荷哥 荷哥啊 荷哥 小湾中心到庙 从荷哥那边过来这里 大概是半个足球场那么大 有没有 应该有 所以靠近庙这里的20多户是从哪里到哪里 就是从这个庙到大白14号这边 14号大白 大概是20多户 一个圆圆的啦 这么小的范围就20多户啦 对对对 以前新加坡的河流两旁是有水上人家的 金凤村没有留下影像记录 但它和其他旁水而居的村子相似 都是高价的扶角楼 房子之间以木板道相连 村民到附近的巨木工厂工作相当方便 生活简单朴实 就是水电供应有点麻烦 所以以前你的家就在这边 对对对 没有前面这边 就在这里啊 对一半而已啦 没有这样大啦 当时的居住环境条件应该不怎么好 对不对 电就是发电机吗 不是 那个放油灯 放油灯 油灯 这样有一个好像一个帽子的那个油灯 水 是从哪里来 那个水就是镇鲁放一条派进来 这样十几家公司一个水龙头 那个水龙头在你们什么位置 就是在这个主屋的旁边 主屋的 那个黑黑的 黑黑这边啊 黑黑的 差不多是这边 晚上我们就是 拉一条水摆啊 不用挑啊 直接拉进 拉家里 晚上晚上 晚上 为什么要在晚上 没有人看到 没有看到 早 你这样讲的现在全部 全新加坡人都知道了 对啊 生活条件不好的日子 人们总会想方设法改善生活 是非对错就靠边站了 没有种菜的 对不对 只有养鸡养鸭而已 他们生的蛋都生在哪里 就是木板生在福角 还有我们特别放一个草给它生 它掉下去才不会破 以前藏潮的时候你们都是抓什么鱼 以前藏潮的时候你们都是抓什么鱼 以前藏潮的时候是说螃蟹 是退潮 退潮在抓那个 那个大头鱼那个 还有抓那个鱼鱼 鱼鱼是钻在泥土里面 他们会抓就看它被喷水 我都不会抓 喷水的时候它就里面有鱼鱼 它的身形是怎么样的 好像蛇一样 那个是很普 我小时候吃很多 清河运动以前的河流 其实非常肮脏 臭气熏天 从河里抓鱼蟹并不卫生 当年上游有两万多户人家 每天把污水排入河里 加上千多家的农物 街边小贩和小型家庭工厂 都把废料排入河道 形成严重的污染 下游处的金凤村就聚满了垃圾 太阳照来就是有味道了 也是习惯了 习惯好像我们倒垃圾 你走过也是很臭 他们习惯了 习惯了不会臭 尽管再臭 孙静平对这里的感情依旧 他的父亲对水江庙贡献很大 过世后还被追封为孙大人 供奉在庙里 他们四个老朋友发起这个庙的 他搬了他不舍得 这个庙没有人负责 就是叫老村民来联络 那边都敢请这样 每天都在见面 很开心 就父子同心 念旧的水江庙老村民 还时时相聚 细细品尝昔日回忆 然而与河水相依的情景 随着加冷河的十年清河 早就随流水消逝了 到了1987年的时候 这个清河运动 可以说大功告成 那加冷河畔也有了很多的变化 但是我们刚在短片当中提到的 水江庙还是屹立在同样的地方 而我们今天的访问 就请到了一位研究华人民间 宗教跟庙与文化的专家 跟我们分享更多关于 水江庙的故事 我们欢迎来自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 丁和生教授 你好 丁教授好 你好 你好 是 刚刚在短片中 我们看到这个庙柱的父亲 过世后 就被追封为孙大人 而且供奉在庙里 这样的情况算是少见了吧 是比较少见 但是应该说这个孙生生 对庙里贡献很大 所以后来就变成了 要做哪一方面的贡献 才会被追封 被推崇到这样子的地位 应该是他在梦里 显示一些可能性 让老百姓知道 知道老百姓怎么过日子 所以要对生活起到帮助 要有教导大家 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的 一些知识才可以 对 是不是说只要有华人的地方 就一定会有庙宇出现呢 看起来是这样子 华人特别会举机而建庙 而水浆庙就是一个例子 根据您的研究 一般在当时早期的社会 庙宇 像叫着水浆庙一个地方 它扮演的是一个怎么样的功能 它有很多功能 有的是社会功能 有的是宗教功能 其实这两个都分不开 因为他现在的生活上的人 都没有时间安定下来 只有在庙里可以有心灵的委托 所以它是很重要的一个社会功能 所谓的社会功能 是提供大家一个活动场所 还是聚会吗 是的 是的 一方面是一个活动场所 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提供很多奖学金 给当地的孩子 奖学金啊 有 有 他们也做很多慈善活动 也有很多文化活动 请请客在西岛那边去联系 让村民 过去的村民 现在的居民 都到那边去互相认识 有点像联络所 有点 联络情感站这样子 那它到底存在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你觉得 我看一方面是一个文化中心 保留传统华人文化 一方面是跟神灵保持联系 这个也是很小店的一个功能 但是在新加坡现在 好多个华人庙宇都有机会跟神灵教导 所谓 我明白说 因为宗教肯定是这个各种不同社会组成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以我们现在新加坡的环境 我们还有多少间庙宇 我们做个调查 发现在新加坡大概有800多座庙 非常多 而且像这个水江庙也跟中国的一些庙宇保持联系 它跟金江那个诗诗成功庙保持联系 保持联系的功能是办活动还是交流呢 是交流 他们也请那边的神仙过来 也拜那边的神仙 然后也有团体来来回回 所以也是丰富了新加坡的地方文化 是 做了这么多的研究 教授您对水江庙有没有一些有趣的发现 跟我们分享 它是很特殊的很漂亮的一座庙 它的来源可能跟当地一些骨头飘过来 然后有些孤魂野鬼 需要按定下来 结果建了这座庙 但是一直到现在 它有很多比较特殊的地方 包括它早期可能是有点走势的一个中心 可能是买牙片买酒之类的 所以后来慢慢当然变化 现在就是刚才讲 做很多社会慈善活动 包括他们那边的过去会长 陈国贤道士 是在那边做很多这方面的工作 帮助当地人 真的误会吸引 不管社会环境跟情况是什么 他都跟大家生活 其实很紧密的联系 我们非常感谢教授 今天跟我们分享这有趣的故事 谢谢您 教授 我们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 欢迎观众朋友 到我们的《诗城有约面部》 网页留言 同时你也可以留两包频道的 新闻及时事节目网站 可以重温节目 以及网络独家视频 明天星期二的《诗城有约》 我们再会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